今天我们做一个白铁猪肚 外加一小铁的五花肉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秒飞食屋 我是飞哥 这样五花肉的目的呢 就是用汤更加甜一点 先来处理这个五花肉 这五花肉上面是有毛的 我们给它烧一烧 毛烧好了之后 我们给它刮洗干净 猪肚 先把里面这些粘粘稍微冲洗一下 好简单冲洗一下就可以了 接下来下锅 给它焯一下水 加一点米酒 冲结 水开给它翻个身 再煮一下 把猪肚煮至变硬就可以 现在猪肚上面的粘液已经完全被我煮掉了 这种清理猪肚的方法是最简单 最便捷的方法 你加个什么生粉白醋那些 你还不一定达得到这个效果 又浪费食材 又败家 这一条给它剪开 把里面这一层排白的给它撕掉 把里面的油给它清理干净 用剪刀剪掉 洗干净了再把它翻过来 清洗干净了 切点姜片 再准备一点葱节 八角一颗 橙皮 两片香叶 锅里面烧水 加入米酒 姜葱 香料 大家如果想喝汤的话就少放点盐 不想喝汤的话就多放一点 多放点 菜就会更加好吃 更加入味 少放点就可以喝汤 我选择的是少放点 胡椒粉都来的 加入五颗平糖 提一下先 再加一点鸡精 不喜欢可以不下 足度先下锅 煮15分钟 盖上锅盖 水开了之后煮15分钟 在等待期间呢 我们也不要闲着 准备一个蘸酱 自己喜欢吃什么口味的 就放什么口味的 我喜欢吃沙姜口味的 所以呢 我就做沙姜了 两颗沙姜 一点葱白 沙姜先用刀把它拍晕 然后把它剁碎 葱白呢也要切碎 切好了 放入一个小碗里 好 这个猪度已经煮了15分钟 打开锅盖 把五花肉也放进去 盖上盖子 再煮20分钟 外面下好大的雨 好了 煮了20分钟了 大家知道猪度 哪个地方最硬呢 后面这个部分最硬 这个地方是很容易煮软的 这个地方很厚很脆 先搓这里 这里能够穿过去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轻松可以擦肉就可以了 五花肉也用筷子搓一下 看一下它有没有熟 五花肉也可轻松可以穿过去就可以了 这个我是泡在里面 放凉了之后才擦出来的 放凉了之后呢 它比较入味一点 先把猪度从中间破开 先把猪度从中间破开 然后把猪度斜刀切成薄片 大家也可以直接切条 五花肉也切成薄片 给它带上一个绿帽子 烧一点的花生油 要把油温烧至冒匀 今天买的五花肉呢 是有点肥 但是我蛮喜欢的 肥而不利满口流油啊 这个是猪度头 很厚的 片出来好厚 嗯脆 好吃 再来一块肥肉 这种白切的菜 在广东广西 都是蛮喜欢吃的 我们这边吃东西 就喜欢原汁原味的 保持食物本身原来的味道 然后再加一点沾酱 那就完美了 看 这猪度切成一片一片的薄薄的 好吃 嗯 脆 你尝一下 你不要吃 我讨论这些菜 我讨论费最好的 在 realize 好 一只鱼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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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吃完 吃完 我刚刚打一块而已 那我看你用两个手 怎么那么的用力 我还以为你抓了很多 抓了很多 我要这些 我全部都要皮 酱油也好吃 这排肯定就是 可以煎 好吃吗 好吃 好吃 好吃吗 好吃吗 好吃 点赞 订阅 看一下我们 还有 给你两个 我要拿个勺子 我不是 这一期买了一个猪肚 一斤多的五花肉 这五花肉还是有点肥哦 吃几块就 有点 吃不了了 然后猪肚的话 他们两个都可以吃一个的 你看 他们两个都很爱吃 特别是我大女儿两下都干丢半个 好了 本期视频呢 咱们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